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 8月24日 星期三 我們在Twitter看到很多關於內地的資料 譬如說 內地很多地方高溫 熱得很厲害 高溫之餘 他們還要一些人去排隊做核酸 根本就好像 人們不死 熱到四十幾度 大家想想 重慶 又說根據疫情防控工作需要 他們就決定將8月24日開展中深城區核酸篩查 為了更好推進核酸篩查工作 你的魚康碼已經轉為橙色了 請積極配合完成一次核酸 收到這樣的訊息 魚康碼就會恢復綠碼 即是說 如果你不去做 一定就 甚麼都不用做 甚麼都不用去 強行來 等於中國的電子腳療 你一定要去 一定要去搞定 然後有個問題出現 就是 那麼熱的天氣 有人就勸那些人 你們不要這樣啦 年輕人那麼衝動 國家只是下了一盤大棋 停電的東西 忍耐一下 好嗎 只要你們用少一日電 中國的航母就多一日電可以用 所以 台灣早一日就可以收復了 大家明白嗎 當然是說這些話 當然是被人吊得很糟糕了 你家裏沒有老人家 你家裏沒有人熱死 你當然是說風涼說話 就是在一個月前 一個月前 當時日本天氣高溫 大陸的小粉紅很開心 然後就說重慶也有下雨 熟成也有下雨 同一個人 很涼爽的 連冷氣都不用開 涼爽到 結果 即時回力飄回了 國家下的一盤大棋 叫你們 不要用那麼多電 叫你們省電 你們明不明 國家真的下的一盤大棋 這盤大棋怎麼下呢 重慶很多地方關火 因為太熱了 很多地方有火燭 火燭盡量小暴 但是 都無法阻止 因為肉眼都能看到 外面很多的短片 重慶的市區 那些人排隊去做核酸 周圍的人拿著 扇嵌的潑量 非常熱 但是天氣已經聚住了 天氣好熱 後面就看到龍煙 在市區看到了 即是說那些火燭已經燒得很厲害 天氣更加熱 那麼熱的天氣 他告訴你 國家正在下了一盤大棋 不僅如此 還有大量的問題 全部都是國家下了一盤大棋 人民就會不禁要問 為甚麼 那些棋要這樣抓 你這盤棋可不可以抓好一點 你說了十年 習近平 只是下了一盤大棋 為甚麼要下成這樣 詳細的跟大家說一下 這盤棋如何觸發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堅持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痛擊五目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 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大陸的經濟差 大家都明白 武漢肺炎 極端的防疫 令到很多人失業 很多工廠倒閉 然後又有難尾樓 又有銀行被凍結戶口 又有人被騙去柬埔寨緬甸做詐騙 也有大量的貪官污吏 在家裡被人搜到很多錢 這個國家 他會告訴你 國家在 下了一盤大棋 習近平 在下了一盤大棋 這些房子壞了 但是要繼續供 因為 中國是沒有個人破產保護法 你欠人錢 你一生都要還 你一不還 你就會成為失信人 失信人 買不到車票 買不到高鐵票 買不到機票 住酒店 也有問題 每樣東西都做不到 你未做到失信人 你一生都無法犯 贏不到身 好 所以有人說 大白仔恐嚇 你依然禍然三代 真的會禍然三代 結果現在的人告訴你 Sorry 沒有三代 我們就是最後一代 玩完這些國家 但是 玩完這也不行 也要繼續說 不然銀行會出信來說要起訴你 要告你 失業 沒有錢 你來告吧 命也一條 拿走 南美樓到處都是 那些人真的吵的時候 他會告訴你 國家在下的一盤大棋 忍耐一下 你繼續攻下去 這盤大棋 很快就會看到曙光 曙光是等什麼時候 等我們收回到台灣 一切都會好許來 如何修復台灣 為甚麼修復台灣就會好起來呢 台灣人均收入比中國高很多倍 最普通的台灣的收入 也有接近三萬元台幣 7、8千元港幣 這個算是最低收入的 22K現在不止了 算上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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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碼也有三萬元台幣才能請到人 你們知道大陸的人 賺5千元以上 在中國賺5千元人民幣以上的是多少 只是佔中國人口的 5% 有95%的人 賺的錢是少於5千元人民幣 有9億的人 9億多的人 人口賺錢少於2千元人民幣 你們賺的錢少於2千元人民幣 你憑甚麼說你統一了別人之後會有好日子過呢 誰會有好日子過呢 是你好日子過還是台灣人民好日子過呢 一個賺2千元一個月不到的人 說要統一一個賺8千元最少的人 賺8千元最窮的人 你告訴他你要統一他 你會給他好日子過 說出來哪有說服力呢 國家正在走一盤大棋 大家不要慌 我們統一了他 我們拿了他台積電 大家就發財 大家就有好日子過了 原來是這樣 原來是打劫 原來是橙 但是中國十幾億人 你這一間台積電夠分嗎 又是被上層分了 三峽大壩興建的時候 告訴大家 三峽大壩興建之後 大家不用怕了 電就很便宜了 結果 現在三峽大壩興建了 長江快斷樓 發不到電 最初興建的時候 告訴大家 三峽大壩可以抵禦萬年一遇的洪水 然後過兩年就貶值了 千年一遇的洪水 然後八年一遇 然後十年一遇 然後叫你不要指望三峽大壩可以抵擋洪水 三峽大壩下大雨的時候 洩洪 導致下游泡 沒有雨的時候 截水 導致下游斷流 主要是用來發電 他說 當初建的時候 專家說的 當然是假的 真正專家叫你不要建 他說 三峽大壩的氣號 重慶四川 就會好像裝了冷氣一樣 結果現在 冷氣在哪裏 45度的冷氣 外面 是不是火星 開了冷氣也有45度 現在45度 重慶 成都不給開冷氣 因為沒有電 限電 為什麼要搞成這樣呢 你陪企是怎麼捉的呢 然後 銀行 凍結戶口就說因為有詐騙 大量的電話詐騙 我們害怕你被人騙 所以我們通結戶口 為什麼會有人去做詐騙 為什麼中國人有工不去做詐騙 原來很多人 去了柬埔寨 去了緬甸賭博 輸了錢 被人夾住 被人夾住 就繼續做這些事情 就是一群債仔 賭輸了的 沒錢還的 被人夾住 然後有些人想到 你找替死鬼吧 騙那些鄉里過來 結果鄉里過來就做了 做了豬仔 根本就是一群害人自害的人 不僅如此 銀行的戶口就是因為這群人 被人大量凍結 當然是藉口 我的朋友幾千萬在戶口 然後就被人凍結 他告訴你害怕你被人騙 你戶口有幾千萬 然後要你解釋 你為甚麼戶口有幾千萬 要你很多人解釋 這樣辦證 那樣辦證 做完一件又有另一件 做完這件又有另一件 根本就搞到你搞不定 目的就是不讓你拿錢 這也是國家下的一盤大棋 為什麼那些棋要這樣走呢 我想問一下 為什麼要令到中國人民 四十多度不開冷氣呢 為什麼會有爛尾樓也要進行 為什麼會有爛尾樓呢 國家是怎樣監管的 你陪企怎麼走呢 你陪企怎麼走呢 你陪企人家銀行戶口 弄到周圍失業 現在這裏封那裏封 二烏封了 那些工廠不用開工 你陪企怎麼走呢 你怎麼令到人家沒有飯開 還要繼續去交稅 現在年輕人失業率 達到25% 不單止是這樣 中共公佈出來的數字 一定還有隱瞞的 可能現在的失業率不是25% 可能是35% 可能是35% 可能是55% 大家想一下這個失業率 根本就是很多人沒有工作 好了 這盤棋 由誰下 是不是由習近平親自指揮 親自領導 親自部署呢 是 結果告訴你 就是他了 這盤棋就是他下的 他在捉著這盤大棋 這盤棋 原來是這樣捉法的 全世界都想不明白為什麼要這樣捉法 為什麼要損害自己 你想達到什麼個人目的呢 沒有 因為是蠢 主要是因為他蠢 英明領袖 跟這個國家的名字一樣 相反的 大家明白嗎 有幾個國家 叫做民主德國 叫做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 乎是有民主的字 那個國家一定是沒有民主的 所以你會看到 這個世界 他告訴你 英明領袖 那個人很蠢 那個智商可能60也沒有 有一個這樣的人 告訴你 他下了一盤很大的棋 為什麼我要做棋 沒有辦法 因為他掌握了國家機器 他掌握了黨政大權 他炸槍 所以他要你怎樣捉 你就怎樣捉 所以 一盤大棋 你沒有得改變 你就是棋子 別人要你怎樣捉 你就怎樣捉 在別人的外國不同 在中國才是這樣的 在中國每一個人都是棋子 一出世就被人擺佈 而且 你也沒有 可以 反抗的餘地 所以 現在新的名詞 叫做韭菜 你是在被人 等待再過那一部分 好了 究竟有沒有改變呢 走出去的 你只要逃離這個地方 你就有得改變 逃離不了的 你就沒有得改變 這次時間 我們先說到這裏 拜拜